运气好到爆是什么体验 不值钱的饮料盖 却印着全家豪华旅行奖 在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 女人饿了 大妈遗憾没有自带食物 只能点一份快餐 她正要付钱 空正告诉她食物是免费的 她非常开心 拿着毛巅甩了几下 就拧成了一个麻花 看这手法你就知道 这女人肯定不简单 空少端了一盘坚果 却被她一手打翻 只见她的手在空中飞舞几下 已经抓住了一大把 空少看到目瞪口呆 但她却抠门到了极点 天天抢购特价大甩卖 把家整得跟卖电脑似的 哦 老公就是修电脑的 你可别小看她 因为她有老婆 你有吗 这时大妈眼睛瞪得像同龄 她简直不敢相信 把盖拿给老公看 一等奖 夏威夷全家旅行券 什么 我们中奖了 要去旅行了吗 不行 不能去 他们连洗衣机都没钱换 还去国外旅行 想都别想 傍晚女儿放学回家 愁眉苦脸 原来她把男同学暴揍了一顿 因为她取笑女儿穿芭蕾舞裙 向相扑运动员 她很痛苦 而此时老爸都快笑傻了 女儿十分委屈 同学都看不起她 她从来没去过露营 也没手机玩 更没坐过飞机 大妈看到女儿的心愿清单 有一条是出国旅行 她来到阳台 看见老公在修退休的洗衣机 忙得满头大汗 她十分愧疚 不如一家去夏威夷吧 为了省钱 他们没有打车 赶到机场时 已经不能登机了 他们心照不宣 把衣服敞开 轻心的夏威夷风 吹到了工作人员的脸上 他们很幸运 现在还没有停止登机 对了 还有两个商务舱座位 不 不用了 我们没这个钱 老公一把捂住大妈的嘴 出来玩 最要紧的就是 看着这家和谐的可爱 他告诉大妈 生舱是免费的 就这样 大妈带着女儿 坐到了商务舱 突然经济舱里 几个男人同时收到 同一条短信 他们四处张望 一个接着一个 起身离开座位 他们是什么人 星探 色狼 而此时 坐在他拉肚子的功夫 飞机因气流影响 出现颠簸 此时系上安全带 才是保命的方法 一个黑衣男人 他突然站起身 走了出来 这事不要命了吗 他把空姐一甩 又来一个挡道的 他一掐脖子 空乘瞬间倒地 男人掏出一把枪 赶紧低头 举举手来 现在开始 这件飞机归我们了 外面已经混乱不堪 大妈却在厕所捡钢被 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里面的人赶紧出来 大妈刚板门打开 男人右手抓住他的肩 他挣脱了 左手再来 还是没抓住 男人一掌 大妈接住了 他从背后掏出一把刀 朝着大妈就看 他又走过去了 再来一刀 这次大妈右手变弓 一折一掌 可这男人还不把羞 大妈反手一把抓住 再四次拉住他的头 大妈成功逆转局势 男人瞬间昏迷 天哪 他到底是谁 在朝鲜一个特种部队 秘密训练着精锐特工 大妈就是其中一员 因为一次任务失败 他被迫改头换面 逃往韩国 意外遇到现在的老公 和他结婚生子 而歹徒就是朝鲜作战部的 他们的目标就是大妈 老公十分担心大妈的安危 悄悄避开歹徒 前去寻找 厕所里空无一人 他扒开帘子 却发现地上散落一台电脑 你可别忘了 他是电脑专家 他趁机留到机库 凭借程序员的高超技术 监视到飞机上的每个机舱 还成功向国情院 发了求救信号 对 你没猜错 这个机舱只有一个歹徒 他把帽子一甩 就要动真格的 递上一罐啤酒 男人一下丧失战斗力 他又捡起一块 K.O 大妈来到经济舱 刚想偷袭歹徒 却一眼看见女儿 他不想暴露身份 随手拿起遮阳帽 遮住了脸 这下他无所顾忌了 身体一转 一把刀甩了出去 男人瞬间倒地 他爆发见笑 只见大妈把司机一扯 变成了他的利器 猛地一托 男人倒在座废上 他又卷起一本书 朝他的头狠狠砸下去 对不起 还没过瘾 拎起来继续砸 K.O 等他来到另一节机舱 熟悉的声音 木莲花 这是他的代号 转头一看 是他 以前的搭档老铁 当年大妈还把他打伤 而他是此次行动的组长 可老公怎么被抓这来了 他不想暴露 憋过头去 诶 这不是自己老婆吗 还想走过去确认一下 被老铁一脚踢飞 他掏出一把刀 这一家伙是国庆院的人 说完一甩 大妈纵身一跃 接下刀 保住了老公的命 但也因此一起被擒 扔进了小黑屋 俩儿生活了十多年 大妈却一直不知道 老公的特工身份 他很失落 俩儿之间没有爱情吗 向老公发出灵魂拷问 嗯 一开始监视你 后来发现你的内在美 无法自拔地爱上你 为了你 还辞去国庆院的高薪工作 大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而外面形势发生改变 老铁手下造反了 因为他真正的计划 是把大妈卖给恐怖分子 换取高额报酬 所以道不同 不相为谋 老铁也被抓进来了 三个人关在一起 大妈这才知道 原来是老爸设计了 超级核弹图稿 但是如果研制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把密钥 设置在女儿的红膜上 这么多年 老铁一直有个疑惑 大妈为何要打伤自己 他本要救他 可当时谁都无法相信 他需要时间辨别 所以没有一枪毙命 俩儿刚解除误会 空哨就从天花板掉下来 解救了三人 毕竟歹徒人手少 飞机也成功解救 女儿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爸妈还不在身边 她特别害怕 哭个不停 旁边的大叔见状 给了他一个玩偶 还带他去找爸妈 突然 大叔把老铁打倒了 原来他也不是好人 他让大妈跟他走 他已经放置了炸弹 飞机很快就会爆炸 大妈为了保全他人 只好妥协 老公可不答应 从腰间拿出一把 激光枪 就敢对峙持手枪的大叔 但是激光枪并没有反应 完蛋 老婆要被抓走了 开枪这个举动 彻底把大叔惹怒了 此时女儿从大叔手里挣脱了 来到大妈的怀里 她对女儿说了一句悄悄话 背起降落伞 跟大叔来到舱门 大妈一个眼神 女儿把玩偶扔过来 她接住就往外扔 没一会儿 玩偶就爆炸了 她再把大叔推到舱门口 用力一踢 她的命就不用我多说了 这次终于解除所有威胁 正当大妈以为老公死了 一摸 防弹衣 啪啪把老公打醒了 原来是老铁 把自己的防弹衣 拿给了她穿 所有人相恩无事 最后飞机成功降落到夏威夷 一家终于可以甜蜜地旅行了 至于这旅行奖 其实是老公花了十年 偷偷攒下的私房钱 这是一部韩国动作喜剧片 不知搞笑 还有剧情反转 每位性格鲜明的角色 彼此互动 背上精准的故事编排 使笑点更密集 喜欢看喜剧的小伙伴 看起来吧